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进来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天地 我是陈静 随着一个大盘的一个指数 一如我们的一个预期跟规划 再度的一个强谈大涨上来 到今天的一个盘中高点 已经来到了一个9502点 已经逐步逼近前波高点 9593点之计 那么来到这个地方 因为静观情趣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压力 短线上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震荡洗盘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预见到的一个事情 这些在昨天老师也都跟大家说过了 但是重点在哪边 来我们来看一下 重点就是今天的一个震荡洗盘 后市的一个行情到底是看涨看跌 要做多还是做空 再来就是后市的一个行情 到底还有多大的一个空间 可以来做期待 我想这是目前市场上很多投资朋友 所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尤其在上一次因为积温效应还有一年串的一个利空的冲击之下 使得大盘指数来到了一个9593点 然后就急速的一个杀下来 于是这一次大盘指数再度的一个反弹上来 那么反弹上来来到这个的一个地方 随时渴望再创新高 但是在创新高过后 Mabby很多人可能会想说 到时候会不会又来一个什么 风湿关节炎或者是什么流行性的一个感冒 使得一个大盘的一个指数 再度的一个打喷嚏 会不会这样 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这个地方还是做多 就如同我的一个测标说的 趋势在多方 你就是做多 千万不要忽略到 政府做多的一个决心跟企图心 为什么我这样子说 如果说你在上一次 8月23号就是上礼拜六 你有来台北的一个参与 我们这一场台北的一个 演讲会的投资朋友 我相信你很清楚 因为后世的一个行情 到底它会怎么走 我都跟大家规划的一个很清楚 为什么我告诉大家 现阶段你还是要怎么样 还是要做多 来我们来看一下 来 第一个从经济面来看 你仔细听 大陆11的一个长将 即将来临了 还有什么 欧美感恩节跟圣诞节的一个旺季需求的一个拉货效应 所以在这些的一个怎样的一个带动之下 整体的一个上市贵公司 后市的一个获利 持续抗旺 我们都知道股票就是经济的一个橱窗 那么既然到9月10月11月12月 后市整体上市贵公司的一个获利营运都可以持续的一个向上做一个攀升 那么你想想看后市的一个台股有没有行情 再来就从马面来看啦 联准会的一个低利率的一个政策持续嘛 叶伦也告诉你了嘛 我们还是会维持一个一段时间的低利率的一个政策啊 再加上什么欧洲的一个央行的一个总裁 德拉吉他也告诉你我们将推出什么 欧洲版的一个量化宽松的一个政策啊 所以在低利率的一个政策之下 将有利于资金的一个行情可以持续下去啊 那么第三个就是什么 年底的一个七合一的一个选取啊 那么政策做多的一个心态非常非常的积极嘛 俗话说话名不予官斗啊 比如说啊你如果说你有到澳门读那个百家乐的话 你看嘛最大的赢家是谁 最大的赢家还是参加啊 所以现阶段的一个行情 你真的你不要忽略政府的一个怎样 做多的一个决心嘛 那么在上礼拜的一个怎样的一个演讲会场上 老师也跟他说过啊 从技术面看来看的话 时间坡我可以告诉大家满足点还没有到 那么空间坡还有很大很大的空间 可以来做一个期待 为什么来你仔细看好哦 我这两天这几天我也告诉大家嘛 从2020年1026月 开始6 8 57点 来计算到这个月是多少 27嘛 那么27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怎么样 时间坡的一个转折 还没有嘛 时间坡转折要多久 34嘛 27到34还有多久 6个月7个月啊 中间当然啊涨多会震荡这个我们先不谈 这个细节先不谈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告诉大家的一个后市的一个行情 还非常的精彩 还有的完啊为什么 来 时间坡来看是这样 然后呢 空间坡来看也是如此嘛 过去这样的一个A坡大涨上来 然后经过ABC的一个震荡整理 现在进行的一个怎样 西大坡 那么西大坡才刚刚开始而已嘛 刚刚开始你还在担心嘛 之前老师也特别做过一张的一个图表嘛 从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 8月份啊以后的一个台股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涨势的一个统计嘛 那你可以看到哦 8月如果震荡 然后9月都是涨的 我们把片里纸把它拿掉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过去的一个行情 每一次9月都是涨的 几乎是没有例外过 从2008年 这一路以来 只要经济持续的一个成长向上的话 那么9月份的一个行情 还大有可为啊 所以你会发现嘛 因为老师的一个用心 老师的一个专业啊 所以为什么这一波啊 从2月5号当时候大盘指数啊 哇一度下沙来到啊 8230的时候 哇好多人啊开始怎么样 开始告诉你台股要崩盘了啦 告诉你什么 什么一堆一堆的一个杂音都出来了啦 可是你可以看到啊 当时候老师告诉你什么 当时候啊 8230啊老师告诉你什么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嘛 我们带会员朋友啊 逢低全力大扫货啊 而且你可以看到啊 从8230大转折七七浮现之后 我们一点不差完全军程掌握 然后这一波啊 一路大涨来到什么 9593点之后 然后这一波的一个下沙拉回 在9014点的一个当天8月8号 老师也告诉大家什么 利空加速赶底嘛 那么随时展开一波 强力坦升的行情 结果你可以看到这一波啊 是不是都在我们的一个规划跟掌握之中 也因为今天的震荡 你还有机会 也因为今天的一个震荡 你才要好好来把握 那么到底要怎么样来把握呢 首先啊 谈到的一个苹果概念股啊 我相信过去这一路以来 老师一直在跟阿蘇过 我说啊 今年的一个众头戏 每一次啊 的一个九月份十月份啊 都是苹果概念股的一个天下 这一大队股的一个族群 你绝对不能够错过 甚至啊老师还透过啊 在过去的一个 红海的一个例子来告诉大家 我说啊 在过去的一个红海 每一次啊 当的一个iPhone 的一个推出亮相的一个时候啊 每一次的一个红海 它都有一波的一个 大涨的一个行情可期啊 结果你可以看到 像今天的一个红海除全席啊 盘中还差一点点 要攻到的一个什么 攻到的一个涨停板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嘛 在过去这一路以来啊 我相信啊 平概股啊 我想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啦 不需要我多说了嘛 那我过去我也把这个表格啊 把它做出来 还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嘛 那么你可以看到啊 这些的一个平概股啊 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红海 从去年的68块 把这样能够一路的一个 这样大涨上来 今天如果还原全值 它是已经怎么样 已经创新高了嘛 然后呢 包含的一个软板厂 就是看加联益嘛 你可以看到过去啊 加联益 我们大赚一波再一波嘛 然后啊 全数高档获利了结之后 拉回来 现在又来一次了 又来一次了 包含的一个什么 机壳厂啊 哇 机器比较低的就是看什么 看红纯嘛 今天也是怎么样 也是除全息嘛 那你可以看到 在过去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走势啊 哇 在底部震荡打底的一个 八年的一个时间嘛 那么包含的一个封测厂的一个日浴宫也是一样 底部都已经整理那么久的一个时间嘛 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 平盖股啊 还非常非常的一个好玩哦 平盖股啊 还是可以来做一个怎么样 做一个来期待的哦 那么到底啊 平盖股要怎么做 如果你不晓得 你把电话拨通 我老师来告诉你 因为平盖股它有分什么 发表日跟什么 跟上市后的一个预购期哦 那么在发表日前面 它会不会来到一个建一个短高 然后震荡的一个洗盘过后 然后到了一个预购期 然后再挖升年年 到时候再重启一波的一个涨势 所以相关的一个平盖股 你要怎么来做掌握 你不晓得怎么样 会做掌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我们非常欢迎你 你把电话拨通 老师来帮助大家 那么除了一个平盖股之外 再来老师就要谈到的就是啊 PC跟NV需求的一个回温 还有大陆游戏机的一个解禁 那么PC跟需的一个怎样 NV的一个回温 大陆游戏机的解禁 到底要看哪些的股票 过去老师也跟大家分享过了 来 奶油南瓜汤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今天是做震荡 今天震荡压回很漂亮 压回才让你有机会可以来上车 为什么 因为它今年营运线转机 而且什么 PCNV回温加上SETA BOX游戏机 4G的一个基地台车用 以及自动化高阶的一个IC的一个载板 那么这些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继续的一个攀升 带动它的一个第二季的一个营收 创了实际的一个新高 毛利率大幅的一个怎样 向上的一个怎样走洋 获利转盈第二季的一个获利达到1.29 比第一季是大幅成长63.5% 而且更漂亮的是什么 它创了11季的一个新高 股价净值比现在还低于1 也就是说你现在买这样的一个股票 这样的一个股票它相对来讲非常的委屈 而且它又有什么 爆发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成长向上的一个空间 如果我们把时间拉涨来看 你可以看到这一档的一个奶油南瓜汤 八年磨一件 古叫这样的一个整理的一个八年 八年磨一件 而且营运出现的一个大转机 那么营运出现大转机底部结构扎实 低档放量转强 不论它离前波的一个高点154 或者离前波的一个紧线的一个压力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空间有多大 空间空间非常非常的一个大 就好像在过去老师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 科技新贵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你可以看到最近最夯的一个体材 是不是都被老师掌握到 包含的一个加世达 你可以看到过去的一个加世达 从6月30号10块8毛5 我们带着我们全国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 布局马进之后 结果从10块8毛5一路飙涨到多少 16块7 来到16块7的一个时候再创新高 我们来先开新获利出一半 然后拉回来14块2再把它买回来 再来再飙涨上去 15块8再把它怎么样 全数开新获利放狗袋 那么今天你可以看到加世达 今天好像又悄悄要动了 那加世达到底要怎么掌握 如果你不想要掌握 那么你电话就要赶紧拨通 包含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概念股 你可以看到 机器人的一个概念股到底要选哪一档 选上瘾 最近的一个上瘾半年报财报不好 因为会损关系 我股价出现一波对于一个大湖的一个修正 选延华龙头股创新高没错 但是又太高 但是要选哪一档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一档的一个新汉 8234的新汉 当时候老师就告诉大家 5年多的一个长期大敌 低档放量转强 那么他跟上瘾还有顾高合作 那么这样的一个 机器人的一个守备 可以让机器人的一个六轴观 他的一个运种处率大大提升五倍嘛 新品即将亮相是不是要先卡位 这个是过去老师 不仅带会员朋友买进 而且还怎么样 7月30号还特别准备 五零门标股的一个资料 来送给大家 我相信你有拿到资料投资朋友 你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结果你可以看到 这档股票 怎么样标的 这是过去 我们带会员朋友 的一个操作的股票 也公开在节目上 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你可以看到 这样一档的一个股票 为什么最近能够一路的一个 狂飙大涨 甚至今天还亮灯涨停板 大涨是根 债是根 为什么 那么同样的一个道理 你可以看到 这一档的一个怎么样 奶油南瓜汤 空间是不是还很大 如果说你不晓得怎么操作 你不想错过 选前难得的一个 大好机会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想要掌握 翻身置户的一个契机 来 今天带记投靠 帮你来掌握 反败为胜的一个契机 来帮你吸收不良的会期 老师先帮你来解决 你手上十股的问题 因为如果说 你手上的一个弱势股 摆在那一边 不会涨 不会动 也不是办法 老师先来帮你解决 然后呢 让你可以在 几句零负担的一个情况之下 可以跟着我们的一个脚步 一起开开心心的来赚钱 如果说你不想错过 这一次选前难得的一个大好机会 想要赚标股的一个投资朋友们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 可以利用广告中的一个电话 跟我们线上处理人员 来做一个洽询的一个动作 那么下一节回来 老师再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这几天也跟大家报告过的 一个第三道好菜 现炸红萝卜汁 哇 今天动起来咯 哇 那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利益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就如同在上一节老师跟大家说过的 千万不要忽视掉政府做作的一个决心跟企图心 就如同我们特别要跟大家说过的 趋势在多方 我们就是带着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一路开开心心的一个赚下去啊 除了平概股 是未来的一个九月份 你不可错过的一个主流的一个题材之外 但是对于这些的一个平概股 你要怎么掌握啊 因为它有一个花表日 还有一个什么 上市前的一个怎样 预购期嘛 那么在花表日跟上市前的一个预购期之间 相关的一个苹果的一个概念股啊 它会出现一个怎么样 戏剧化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波动哦 这样的一个戏剧化剧烈的一个波动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啊 如果说你不晓得怎么样来掌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想要掌握绝佳买点 赚大钱的一个好机会 那么广告当中这一通的一个电话你无必要拨通 我相信啊在全市场啊像过去的一个加联谊啊 我们这样如何一路的一个怎样 带着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啊 开开心心的一路大转上来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啊 除了平概股之外啊 那么包括在老师这一路以来跟他所谈到的一个奶油南瓜汤 那么这一档的一个股票我希望你要好好把握 你可以看到哦八年摩一圈哦 那么今年的营运出现了一个大转期 那么既然八年摩一圈营运出现了一个大转期 那这一档股票是不是一档物超所值的一个金标股 股价禁止比现在还低于欲啊 就像在过去啊我们带着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啊 所布局买进的一个科技新贵一样 五年多的一个长期大抵低档风量转强 营运出现转机 结果你可以看到怎么样的一个标的 我相信你都有目共睹啊 全市场很多啊都是啊怎样 哇看到大转上来的时候啊才来告诉你啊 但是我们在什么时候 7月29号啊带会员朋友买进哦 那么7月30号老师还特别准备一份啊 五湖凌门金标股啊 免费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有没有各位 我相信有拿到这份资料的投资朋友 你就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来7月30号 30号第二档就是新汉 第四档就是印华 那么你看新汉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当时候7月29号就算你第一时间你没有跟上我们脚步 你7月30号你拿到这一份的一个资料 啊隔天有没有机会 啊再隔天有没有机会 都有机会哦 并不是每天一架一架一架的一个涨停啊 各位啊 很多人都是看到涨停板的时候才拿出来告诉你啊 这有什么用啊 但是老师是第一时间要起涨器具的一个时候 不论是家世达不论是印华不论是新汉 老师第一时间就跟他一起来做分享 所以你可以看到 除了这一档啊 这一档的一个怎样 奶油南瓜汤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们 我希望啊你要能够赶紧啊 坐在教室上之外啊 那么还有一档超棒的 这一档为什么超棒的 因为这一档他要重返过去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荣耀啊 这一档的一个股票也是这一路以来 老师在节目上不厌其煌的告诉大家 我们已经带着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啊 获利已经啊达到将近两成啊 但是老师还不想公开 因为满足点还没有到 你如果是我们的会员什么时候该买 我带你来买 来 你可以看到 这一档啊 现在红萝卜汁 红光在线 为什么很棒 为什么很棒 因为它的一个连接器的技术 是领先业界 今年六见齐花 而且毛利大幅盘升 营收创两年新高 美股的一个获利 哇 即增什么 1.9倍 年增3.2倍 而且还要回并什么 违汉 抢进公控领域 那么明年的营收 把它合并之后 它可以跳增七成 那么你看 我们从8月8号带会员朋友买进 全国会员朋友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然后8月22号我们再度的一个怎样 再度的一个出手 再度的一个买进 买进之后甚至在昨天的一个时候 老师也苦口婆心告诉大家 我说你要赶紧跟上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 结果你可以看到 我们昨天我们又带着我们的一个家族成员 新进会员朋友 再度进场 再度进场 今天持续开心转 今天持续的一个强谈大涨 再创收盘的一个新高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量价的一个结构 配合的一个多漂亮 你可以看到 这个从月线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底部结构多扎实 底部放量转强 以比级态来大翻身 才刚刚开始而已 你前坡的一个高点 前坡的一个景线 都还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可以来期待 就这样在过去的一个时候 科技新贵的一个新汉 老师苦口婆心的一个邀请你 但是如果说你有打电话进来的投资朋友 我非常的一个恭喜你 因为这一档的一个新汉 连转四根之后再四根 那么这一档 现炸红萝卜汁 跟刚刚的那一档 奶油南瓜汤 各位 都才刚刚要开始而已 我希望第一时间 你真的要能够赶紧跟上脚步 那么像今天有一档的一个股票 比如说连德今天的一个涨停板 它是专攻伺服器的一个散热键 那么从连德的一个涨停板 你想到接下来老师又要做哪一档了吗 如果你想知道你电话拨通 老师来告诉大家 老师非常乐意来帮助大家 其实人生你都有选择的一个好机会 其实就看你的一个心态 如果说你想要再选前 让你能够真正的一个欢声之户 不管过去你操作的顺与不顺都没有关系 老师非常乐意伸出援手来帮助大家 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待机投稿 缓败为胜的一个专案 老师再次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最后祝大家操板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特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